兄弟们 你们都知道我最近回家了 我的舅舅呢听说我暂时没有车骑 于是把他的车拖来我家让我先骑着 我刚开始还在想也不知道是什么破摩托 估计是个小踏板 我给你放到你家弄口了 钥匙在缺绕 走到早上去看看 这是饱满的大水鸟吗 这车怎么骑啊 我都没有把它搅着地 那你要不要三连要不要涨粉了 要玩的 但这也太大了吧 长一小鸟匙我们就是朋友 哈喽大家好我是蜜亚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拍的这辆车呢 不是一辆我自己会去主动拍的车 因为我觉得我可能有点拖不住 那就是ADV界的天花板 魔女大哥心中的神车 宝马水鸟R1200GS 不过我想这件车来都来了 不拍视频的话 岂不是浪费了舅舅的四个疤 大家快来把疤疤疤疤打在弹幕上 虽然之前川奇H2宝马刷啊 杜凯迪街把我都骑过 但是今天的这辆车跟那些车型都不太一样 ADV车型呢是专门用来魔女探险的 如果把它放在汽车界呢 就相当于SUV的地位 那我手里的这辆宝马行鸟呢 是已经勤产的2018年老款 那整个宝马的GS探险系列呢 从最开始的R80GS 经过30年的升级改款 到目前在售的R1250GS 而在明年呢 宝马也即将推出R1300GS系列了 30年来它都一直稳稳的 守住了最强ADV的称号 老规矩我们先来听一下这辆车的声浪 虽然我觉得ADV的车型 没有什么轻声浪的必要 但是为了把这个三连视力要出来 我们还是来勉强地听一下 钥匙孔呢 哦它是无钥匙启动的 就浮浮通通吧 浮浮通通吧 不过三连一定要给哦 那我现在手上这辆呢 是1200GS的ADVENTURE探险版本 官方售价大概是在24万左右 浮版的售价呢大概是20万 主要就是多了全套的护杠 形成更长的前后减震 加强型挡风板 以及更软的车座和更大的油箱 好厚 都让这辆车更加适合长途模拟 一定要是杜卡迪吗 一定要是ADV吗 一定要是丹尼斯吗 不过这辆车就算是高配版本啊 它也要比宝马的仿赛S1000刷啊 便宜接近10万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选能带你去湿河远方的ADV呢 还是选充满激情低格拉马的仿赛版本呢 选ADV的抠1 选仿赛的抠2 我抠 针脚 都想要 那这辆车跟其他ADV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这颗特别适合的心脏 水平对质双缸发动机 也叫做全机首发动机 这种发动机它的好处在于它的重心非常低 不仅可以增加车的安全性和操控性 也可以增加高速行曲的稳定性 而且这样一来呢 地震也可以调的稍微软一些 来增加骑行的舒适性 一般来说同款的发动机只用在汽车上 因为制造设计比较复杂 成本很高 后期保养也比较麻烦 目前呢也仅仅只有保时捷和斯巴鲁在用了 所以宝马坚持在ANV车型上用这款发动机啊 足以说明非常在意大家的骑行体验和保养费用 这辆车虽然是一辆拥有1170cc排量的公升级ADV 但是它的动力输出调教的非常线性和柔和 说白了就是有点无聊 毕竟你要一起骑好几个小时 舒适性肯定是第一追求啊 不过你要是那种投铁的硬汉 想要在魔旅的路上体验一把拧一下的快乐啊 出门左转KTM欢迎你 前几天有个粉丝问我说 啊咪雅我想知道这车如果倒了 你扶不扶得起来 这车给你车它倒了 它正是我扶起来都不急 仅仅干重的话呢就达到了238公斤 再加上这30升的油箱加满啊 又多了22公斤 还有这三个尾箱的快乐水加满啊 又多了30公斤 所以总共加起来就接近了300公斤的重量 啊咱接着来啊 宝马摩托车的标配不用我多说了吧 定速巡航全彩仪表加热手把 手把仿晒上面都放了 ADV上面更不可能少了 并且这辆车呢还搭载了四种骑行模式 雨天道路动态及烂路模式 让你在各种环境下都有一个舒适的骑行体验 这辆车另外一个特点就是采用了轴传动 而非传统的链条传动 应用在ADV车型上呢 主要的好处就是耐用性很高 不用太担心链条会不会松或者断裂 维护成本呢和使用成本都会低很多 所以就非常适合长速模拟 来吧压个弯 开腿 从眼睛朝着你要去的方向看 叫这什么声音 这是模式的声音 有一个粉丝问我 我想知道你的双脚能着地吗 哈哈哈 有时候能有时候不能 你看啊 能了又不能了 能了又不能了 哦 原来是因为这辆车是有电子悬架的 调到最低的话呢 我的脚尖是可以勉强着地的 想看水鸟跑金卡纳 括号 给猩猩 括号 捏碎你的猩猩 我也跑不了 其实宝马的摩托车系列呢 一直都非常的前 并且都是主打高端的路线 从仿赛 街车 ADV 到踏板巡航副主啊 六大系列在摩托车界都有着 具足轻重的地位 能成为宝马的摩托车车系列 也说明车主有着一定的经济实力 所以呢 宝马的ADV车型 也一直都深受着摩托老大哥们的热爱 好操控 易上手 非常的可靠 只要你预算足够 这辆车一定是你摩托时最好的伙伴 好了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也热爱机车的话 请一定要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然后给这个视频一键三连 我们在下期视频中再见咯 拜拜